谢谢大家 左方老师 左方老师是 菲律查文化艺术中心的 创始人 欢迎左老师 你好大家好 小园台长你好 左老师您 哪一年到 西雅图的 我是 2016年的7月份 落地 西雅图 然后您从事 这个查文化 这个行业 有多久了 我是 2002年 学查 至今 已经21个年头 21个年头 当时为什么 当时为什么会跟 茶会结缘呢 我喝茶结缘 其实是很偶然的一个机遇 因为 2002年那个时候 还是在 属于是暑假的期间 然后偶然的 在 因为那时候我在广州 在 亲戚的 朋友的一个 广州的一个 茶馆里头 然后 第一次接触了 茶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对一个学生来讲 那时候还很年轻 就 2001年吧 对 我记得是 很新奇 然后也 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 因为 在广州的 那个茶馆里面 是一个 很古典的 一个 古朴的 珠寺装修的一个茶馆 所以接触了之后 我自己个人 非常的喜欢 然后 就是 后面才 因为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 后面 就是 从学校出来之后 然后就 又选择了 继续去和老师 去学茶 这样的一个 开始喝茶的一个 故事了 所以 专门学了一下 是吧 我是从学茶开始 因为 喜欢 然后 2002年 就正式的去做 这个 学习茶艺 对 我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 学习茶艺 然后 从2002年 学茶 至今 21年 就我的整个生命 的一半的时间 都是和茶 在相处的 对 那 您那个 在国内 这个 从事茶这个 行业 这个 高光时刻是 或者说顶峰 是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 在国内 我是2002年 学茶 2003年 因为在家人的支持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创业 开了第一个茶馆 在广东的佛山 2003年 到2006年 因为2006年呢 应该是 您刚刚问到的 一个高光时刻 那我其实很想介绍 在2006年 然后我们又在广州 的这个 方春 茶叶批发市场 然后去 做茶叶的 这个批发 然后2006年 开始 接触了中国的 这个 福尔茶市场的 一个 高峰 时期 所以呢 在这个2006年 到2007年 08年 这几年当中呢 算是经历了 整个中国茶行业的 一个 飞速的 崛起 以及 一个 迅速的 一个 就是 市场行情的 一个 跌幅 比较大的 一个阶段 所以 因为那时候 我还很明清 然后能够 接触到 茶的 整个 行业发展 和 崛起呢 我觉得是我 人生当中 一个非常 就是 成长 比较快的 一个阶段 也是一个 很好的 就是对我 今天事业上 有一个非常 大支持的 一个 阶段 所以 就是把 事业 从福山 一个 地级市 扩展到 省会城市 是吧 对 因为第一个 茶电视在福山 它是属于一个 对 地级市 然后我们到 广州去做批发的时候 佛山镇茶馆 它其实一直在开的 这个茶馆 就一直开到 我2016年 来美国之后 2018年 正式把这个 国内第一个 茶馆才结束 所以呢 到了广州 做批发 因为 当初呢 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背景 可能很多 在海外的朋友 其实对这个背景 不是特别熟悉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 一个地方呢 因为中国茶 比如说像福建 云南 各个省 它都是茶茶 但是呢 方村呢 它不产茶 可是它是全国最大的 茶叶的一个批发的 集散地 所有中国的 就是茶的生产 然后销售 基本上都是属于 在方村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集散地 也是一个 茶叶的一个窗口 所以 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呢 就是因为 到方村去 就接触了 很多 从上游 查龙 查山 查基地 到 就是 下游的 我们的终端消费者 以及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 这是一个 让我成长 非常快 以及沉淀 非常 就是 在茶的沉淀上 非常扎实的一个阶段 然后就是 我知道国内有很多 有关茶的 比如说一些 证啊 什么茶艺师啊 或者一级二级什么的 您当时有没有 考这样的证 有的 我们 我在 博生 最 应该算是 最早一批 去考这个 那个时候是 初级茶艺师证 中级茶艺师证 高级茶艺师证 还有初级评查师 高级茶艺师证 这个 中级茶艺师证 那我们 我是从初级考到高级 国家级的 这个高级茶艺师证 评查员呢 我们是直接 就去考的一个 高级 评查 评查员的一个 这个证书 在 200 我开批发店 之前 2005年左右吧 其实我们是帮助 那个时候在 博生 劳动 部门 就是举办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发政机构啊 就是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除了考证之外 我们有很扎实的 这个实践工作经验 然后帮助去做一些 培训工作 以及辅助他们 因为他们是发政机构 他们不具备 教学的这个能力 他们教学都是 跟社会上 第三方 合作 聘请老师 聘请自治 去给他们做教学 所以我们当时 参与了这样的一些 培训工作的 和当地的老公聚 对 我觉得 查医师 就是很有饭 然后 很有仪式感 就是你们 不管是 就是给人家进茶 或者自己报茶 或者说 所以 很有观赏价值 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 就是为什么 茶艺能够成为 一门艺术 就是本来就是一个 像美国的话 就是一个喝的东西 对吧 你喝个可乐 什么 不会说 是个艺术 对吧 然后美国也没有 什么茶杯 什么艺术 什么东西 我这样去理解 您提的问题 喝茶呢 它其实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 那么 但是呢 它又有几个不同 层面的一个需求点 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来讲 那最基本的这个需求点 就是我们需要喝 解决喝水 解决喝饮料 这个问题 这是 还有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就是解决喝 还有一个健康的属性在里面 那么我们需要解决 茶带给我们的健康的属性 因为目前来讲 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 也没有之一了 因为它不像其他的饮品 它虽然有很多的 很好的内含物质 营养成分 提供给我们 但是同时 它又会增加我们身体的 什么糖分过高啊 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负担 但茶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除此 除了刚刚我讲的 解决喝和解决健康属性之外 这是属于我们的基本需求 还有一个就是在上 从解决了基本需求之后 那无论是学茶的茶医师 或是消费者 他们接触时间长了之后 都会上升到一个精神需求的领域 那么这个精神需求领域 是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从简单的喝 然后从而了解茶 从而认识茶 从而认识中国茶文化的背景 以及对茶文化历史的一个了解 那么从这过程当中 无形当中 其实增加了对茶的感情 对增加了对茶的这个欣赏 以及它的这个艺术的了解 那么这一些从喝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会去重视什么呢 重视喝茶的意思感 了解这杯茶是怎么种出来的 怎么制作的 以及我们怎么去喝它 所以就解决了 茶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做成的 我们要怎么去喝 这些呢 属于是我们从基本需求过渡到 就是上升到一个精神领域的需求 我们需要了解它 这三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关系 那么精神需求的大多数 就是说精神领域的东西呢 其实说大家会理解 就是说会不会喝茶会很复杂 这个喝茶的这个仪式感 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喝一杯茶太麻烦了 又要烧水 又要等它 还要慢慢的等待这泡茶冲泡 其实这也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 从喝茶这个事情当中很多的趣味性 比如说从喝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从简单的喝 都让我们从准备水 准备茶准备泡 准备喝的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整个人慢慢的迈下来了 精神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 所以这也就是说增加了我们精神空间的一个链接 它不单单就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了 所以这也为什么大家都会说 茶和艺术的结合 以及和自身茶如何能修身养性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对茶 和艺术以及修身养性 他们能结合链接起来的一个 我自己的理解 嗯 太棒了 然后我看就是茶艺术又经常跟 国内的一些传统文化能够结合起来 比如说书法呀 绘画呀 还有其他甚至当然原意呀或者什么 这是原意中什么样的原因呢 但是它本身是茶文化本来就是中国的文化的一部分吗 还是就是生成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梳理应该这个要把它追溯到我们的宋代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 它是比如说茶如何和花香书法以及这个相结合的 他们为什么他们是不同的个体 为什么他们放在一起又很融洽 那么因为这个历史背景呢 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宋代 他从他的文人背景的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喝茶的也很多的场景 以及当时的一些文人摸客他们所追求的这一种意境的美感 他们不单单喝茶就是喝茶 那么他们当时是有一个叫宋代饲养 那我们当时有这个擦花挂花粉箱点茶 那这点茶呢和我们现在现代的饮茶方式呢 它还有一点点就是说不同的一个方式 宋代的点茶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很多的复兴工作 就是区别于现在的传统灯烫饮法 这个可能后面再会给大家分享 那他们之间它是无形当中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面接 那么在喝茶的这种氛围当中 如何增加这个氛围感呢 就是把他们面接在一起 会打造一个更舒适 更雅致 更风雅的这么一个场所 所以呢有了茶花 有了焚香 有了花花 那么喝茶 在这种场景的意境下 其实能够更加的增加我们的空间美感和艺术性 那这也是我们给予我们一个更好的在喝茶的一个体验 也是属于今生空间的一个需求点吧 那现在你就是很多场合如果表演差异的话 会不会把宋代的那时候那个插花 分享啊 挂花的一些都会那个结合在一起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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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既然古人的智慧 这么好的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美好和风雅的这个事情 那其实我们把好的东西一直再回去延续 以及更好的去和现在的这个茶的空间进行结合 无论是我自己的茶空间打造 或是我们在做一些和商业结合的一些表演啊 茶艺表演啊 以及茶会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结合到一些和传统文化的连接 其实不单单简线于这世界这个插花挂花点插 比如说还会融合到一些 天气说话 对 我们的传统艺术的这个古增古琴 以及会融合到我们的甚至乎是这个琵琶 乐器以及我们的太极文化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氛围在里面啊 共同去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一个一个氛围感 啊 饮茶的氛围感 所以除了这个健康的一个 或者说喝的这个需要 然后还有这个深层次的文化方面的这个需求是吧 对 对 他茶对刚刚我所讲到的我们的基本需求啊 他的两大属性基本需求和我们精神的需求 他们是呃 离不开的 他们是就是互相影响的 嗯 然后嗯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高光时刻是2006年好像 006年到决定到美国来 有10年的时间 那2006年到2016年之间 有没有特别值得提提的一些经历 我的成就 嗯 2006年做批发 然后其实我们批发的这个业务就是呃 他是面向全国的 招商影响了很多的 企业广东的呀 呃 其他地方呢 回去做投资 那么我们茶茶的这个项目呢 属于是一个配套的一个项目回去 又开了这样的一个餐馆 实际上 因为呃 呃 在经营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比较 因为呃 涉及的这个路程比较远 我们在广东这边生活 然后又回去开这个茶馆 其实他体积并不大 但我们做这个项目呢 主要还是为当地政府提供一个配套的一个项目 啊 服务一些外外商啊 呃 企业企业主啊 呃 这样一个 他并嗯 这个这个茶馆的整个经营过程当中来讲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其中的一个分部吧 就他没有呃 我们主要主要经历还是属于在广州批发店这里 那他体积比较大体量也大 他面对的是全国的整个这个辐射面啊 所以 所以你是把茶艺这个艺术跟文化产业化了是吗 呃 是的 是的 因为我们在做批发的时候 其实主要的面接的比较多的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茶资源方面的 呃 比如说在呃过去的呃 从做批发的这十几年当中 每一年我们都会去上茶餐 呃不同的季节 比如说云南 土建 呃 我们其实当时做的在广州已经呃 啊 不错 一些茶区的一些好的品牌的这些企业主 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呢 我们在美国 现在呃 再来到美国之后呢 又是等于呃 现在40家又重新在美国创业这个过程呢 也是因为背后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源 广告之后我们再听走方老师 来分享在美国之后他的茶艺的一个同时茶艺的经历啊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Chineseradiosh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Chineseradiosh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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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底达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底达 西雅图中文底达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贺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通过Zoom连线到我们西雅图知名的茶仙子 就是贝利茶文化艺术中心的创办人 左方老师 那周老师从事茶行业 茶艺 茶文化 还有茶产业的工作已经有20多年 然后 2016年 移居西雅图 然后当初您是为什么会决定来美国的 然后为什么就选择到了西雅图定居 我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因为我新生在这边工作 所以呢我们一家人就就是来到西雅图这边定居 然后到了西雅图之后 您继续您的这个茶艺的生涯是吧 对我16年来 其实我是休息了两年 因为在国内的这个工作其实比较节奏也比较快 然后来到西雅图之后 因为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当时其实在这边也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刚来的时候就16年到16年7年 我18年这个期间 我个人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休假的状态 然后在这期间 我自己也就是生二宝 因为我是两个狼狼的妈妈 然后生三二宝 然后也是一个休假状态 那么在2018年底 我们就开始在这边举办一些公益的活动 公益的茶文化的讲座呀 公益的一些茶的品鉴茶会呀 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 那19年正式在美国西雅图这边注册我们的公司 T-Fairy茶文化艺术中心 一直到现在 因为我也有些人参加过周老师组织的一些茶品 茶品长的一些活动 然后感觉就是西雅图类似的活动 就是很多都是很便宜 然后想要拉人去或者什么东西 而且挺不容易搬起来的 但是周老师这个就是品位挺高 而且收费也不低 但是呢一般都会爆满 然后这个主要秘酒在哪里 对我听到您刚刚这样讲 其实对这几个这几个点啊 其实有它矛盾的地方 但是也有它合理的地方 那比如说您刚刚讲的 其实在夏图很多大大小小的组织 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都有 但是就是茶的类似的活动 其实在我来之前 我也知道也有人在组织在办 但是怎么讲呢 我们的整个区别于别人的地方是在于 因为我们有十几年的这个行业内的一个沉淀 以及在中国和茶的这个 就是时尚链接的比较深 那么我们也比较懂得如何去打造一些 就是氛围感好 然后体验感强 以及让大家就是 又达到美学效果的这么一些体验的茶会 所以正因为我们对每一次活动的要求都非常高 从场地的选址布置 到这个茶艺的充靠人员的一个选择 以及整个茶会的流程布置 我们要求非常高 然后带给大家的体验也非常好 所以呢 我们尽管每一场活动 我们都是就是说 当然也有很多做过公益的了 也有一些是收费的 就我们收费的这种呢 价格其实大家都觉得 哎呀 活动不便宜 但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 而且还很爆满呢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做的品质确实是不一般 我们有很多的传统的文化的内容在里面 大家体验感好 大家从喝茶饮茶的过程当中 又能和身边一些喜爱茶的朋友们能够进行互动交流 那从而呢 从无论是他是来享受一杯茶的 还是来想认识一些共同爱好的朋友的 他们都能在这个当中能够有很好的一个链接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办活动大型的活动 收费不便宜 但是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来选择愿意去参加的一个主要因素 因为我们的品质比较有保证 而且要求很高 对打造的活动的环境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会在各种场合看到你们的单位 然后有各种公开的场合进行表演 就是你有没有统计过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 就是单位这样的公开的展示吧 没有统计没有具体统计过 但是其实这个算得出来的 因为每年像这些都是公益的 你比如说出去摆摊位 然后做表演 因为这都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本地的一些华人组织 然后他们在办一些中秋的庆祝活动 新年的庆祝活动 以及一些他们个人组织的一些什么庆典活动的时候 就是都会邀请到我们去展示一个茶 为就是让大家来体验喝到一杯茶 以及做个表演 让大家能够进去您的去观赏这个茶艺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赏心悦目的这么一个体验 所以每年大大小小的活动 至少十次左右会有吧 没有具体统计过 大大小小都会有 所以好多在西雅图的华人组织的活动当中 都能看到我们的学员 以及我们的一些成员带着我们的茶 然后去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去 所以这也无形当中 因为为什么要参加这么多这样子的公益活动 有没有带来什么的经济效益 有没有什么利益 这个因为作为十几二十年的从业者来讲 特别来到海外这样一个地方 我个人其实也是带着一个使命感 在去做这样的一些传播工作的 那么因为我们的出现 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的这杯茶 然后通过我们的表演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茶 它不单单是杯茶能喝 它还能够有很好的观赏性 通过我们的茶医的演绎 让大家能够赏心悦目 能体验这杯茶 原来还可以这样美好 这也是我们带着使命感 在做的传播工作 然后据我说了解 你们也办一些线上的讲座 是吧 国际茶会 国际茶会应该是线下活动 对国际茶会是线下的 每年会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茶会 然后目前已经办了 连续有三年 那参加的人数几百人 因为我们办这个线下的茶会 就是突破一百人的时候 我觉得在美国可能还没有做过 这样突破一百人的茶会评价活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 愿意去做这样的活动 因为大家都愿意参与 愿意带着身边的朋友来去体验 中国茶的美好 那么线上活动这些是在疫情期间的 我们组织的 面接了一些我们在国内的 老师的资源 查专家的资源 然后通过线上给我们讲座普及的这么一个 就是线上课程 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尽管不能和大家面对面 喝茶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 普及工作 传播工作 很好 然后就是这些年来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在这边继续您的 茶文化方面的事业的时候 在西亚图 在一个西方国家 然后又能够让我的这个 茶的这个产业 让我在带着我们的这个 传统的文化的这么一个属性的工作 在这里还能够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发光 发热一下 然后通过藉由这杯茶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 面接起来 通过我的这个传播 能够让更多的人 真正喝到一杯好茶 了解到中国茶文化产业 现阶段的发展 以及中国茶产业 整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以及我的工作 然后把这些茶能够输送出来 到西方的这个国家 让大家都能够喝到这杯茶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因为通过我 把这个渠道建设好了 然后更大的面积去辐射 这杯茶出去给更多的人 他们通过喝茶 得到健康属性 通过喝茶 了解到咱们中国茶的多样性 这么的丰富多彩 这么多百花齐放 其实很多人 我们中国这么多茶的好的品类 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的 那通过我们的介绍 通过我们的不断的传播工作 很多人都原来了解了 中国茶原来还有这么多好的品类 然后就是我知道在美国很多人都会喝茶 然后想要做茶方面工作的人也是很多的 但是能够像做到您这个水准的应该是很少 您认为的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吗 其实我也了解到在美国也有很多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介入到茶的这个行业里面来 去做这个工作也好 去做茶的这个产业也好 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家对中国茶越来越了解了 知道中国茶 原来可以这样百花齐放 然后愿意借我这杯茶去经营它 那么我觉得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能够在美国又选择二次创业 其实很大的因素来源于我自己在茶产业 沉淀了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有这么多年上下游的资源 有这么多我背后支持的老师们 这个同门们 还有一些我们国内的好多茶企茶品牌们 他们的支持 以及他们愿意通过我 他们把他们好的产品 输送出来 然后真正的做到让中国茶走出国门 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核心点是在这里 也是二十多年沉淀下来的 太棒了 我们再进行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周芳老师 来谈谈茶的事情 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消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 就像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 起司 steak par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 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 听到了吗 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 请大家都去McDonald's享用贝果吧 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巴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 那今天我们通过Zoom 也通过YouTube 然后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播 进行直播 这次采访 我们采访的是美国西雅图 T.菲律茶文化艺术中心的创办人 佐方老师 那佐老师有20多年的 茶艺 茶文化茶产业方面的工作的经历 然后他到美国短短的几年时间啊 就是像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一样 也有挺高的知名度 那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 向周老师请教一下 就是比如说国内的茶 你一般是喜欢哪些产地的茶 然后什么品牌的茶你比较喜欢 从我个人喜欢而言呢 我平常就是 荷尔茶 五一盐茶 红茶类 乌龙茶类 其实我会按照 我个人会按照不同的季节属性 去选择我要喝的茶类 那有一些 像有一些茶 其实蛮适合四季喝的 那我其实是一人四季都在喝 比如像乌龙茶 乌龙茶的四大体系 五一盐茶 台湾乌龙 和这个广东乌龙 还有这个 闽南闽北乌龙 这个因为它体系比较多 就没有太多时间 向大家一一介绍 因为乌龙 反正就是说乌龙茶 我喝的时间会比较长 一年四季 从春天到冬天 我都会有喝到乌龙茶 嗯 没有提到我经常喝的 农景茶 还毕露城 不过没关系 农景茶毕露城 我刚刚讲到 就比如说我一年四季都在喝的 会乌龙茶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我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上的这个 时间来去喝 比如像春天 像春天春天的季节 它是万物生长的一个季节 那么也是茶叶 一个就是产茶的一个旺季 那么在春天 四月份 三月份 三月底 四月初的这个时间 农景茶 毕露春 绿茶 上市的这个阶段 我会喝 对 我会喝 那么就从这个时间到夏天 我会喝绿茶 这个几个月 对 因为它是这个 因为绿茶 之所以我到了秋冬季 会比较少喝的 主要原因是 我因为女性都比较 贫寒 体寒 然后绿茶的属性 从她的这个产品属性上来讲 它是属于贫寒凉的 但是呢 在春季 这个生发的这个季节 到夏季这个季节 是非常适合喝它的 那它的功能 其实作为像西雅图 就是很多人 都是属于IT工作者 那么它绿茶是 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喝的 为什么 它有很好的抗氧化 抗辐射的这个功能 所以呢 在这 如果 但凡就是如果 没有身体的 就是特别贫寒的 这个因素 印象 那其实每天 喝杯绿茶 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 它的制作工艺 比较简单 最大限度的 保留了茶叶里面的 营养成分 和它的这个 内含物质 所以在 每天 中午 喝一杯绿茶 是非常好的 能够提供给我们 身体里面的 很好的一些 营养成分的 对 因为我冬天 我冬天不太 怎么喝绿茶 冬天呢 我会喝一些 秋冬季节会喝一些 要么就是乌龙茶的 被火的乌龙茶 要么就是一些 红茶类 或者是黑茶类 这样是一些 温润一点 属性的茶品 据我所治国内 很多茶园 他为了杀虫子 所以会喷杀虫剂 然后杀虫剂也有毒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就是有的 茶叶里面 如果有杀虫剂的话 就可能起不到 就是增进健康的作用 可能会起反作用 我非常理解 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 也可能是大多数消费者 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我也很想 借这个机会来去给大家 做一个梳理 为什么大家会担心 茶叶里面会有农残 这样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呢 确实在某个阶段 它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在整个茶行业当中 工作了这么多年来讲 其实我是一路见证了 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几个 就是重要的变化的时期 从最早茶叶 它是属于 还不太属于经济属性的时候 大家就是产茶 其实那个阶段的茶 还比较好的 就是说因为它经济属性不大 那么市场需求 不大的时候 大概是2000年左右 正是我进入了茶行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反而这个问题比较少见 因为可能大家都不太会 要大拼量的增加产量啊 什么的去 但是就是说 当这个产品真正成为了 一个很大的经济产物的时候 它要增产 它要这个更好的收成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借助一些 比如说出草剂 杀虫剂 这样的一些手段 去使得这些茶叶 也有更好的这个收成 但是这是一个阶段当中 就是说时代造成的一些因素 那这个时代造成的因素 其实根据我们中国整个 叫食品发展的这一个过程 它是不断的在提升管理 提升种植各方面的这一些的监管 那么茶这个面临的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大家今天会有这么大的误区 还对中国茶产也不放心 其实也是可能大家对中国茶产业 近这十年来的整个发展变化 不太了解 受到这个一个问题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可能比大多数人 对中国茶的发展过程 以及生产种植 以及农产方面的等等因素 会更加了解一点 那我怎么去就是说避免这个问题呢 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农业上面 除开茶叶 我们现在包括美国 我们所吃的蔬菜 水果 水果是最重要的 水果上面所有的都会使用一些手段 因为特别是水果 为什么呢 水果 你不用农药 它会长虫 它不但要除草 除草这个问题都不是特别关键的 所以 既然我们生活当中这么多食物 都避不开这个农场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担心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的解决办法 就是我所了解 现在目前 比如说很多的农药 它在一段时间内 它会什么 它会产生效应 但是它同时呢 它也会挥发 它不会完全残留在我们的食物当中 比如说水果 是这种茶叶 就用在我们茶叶上的 现在的一些药品来说 它的这个 就是对 而且呢 很多的农药 现在所用到的这些 它都不是水溶性的 就是它不容易水 然后呢 它在一段时间内 你比如说我使用了这个杀虫剂 那么它这10天或15天 这个时间当中 它不能去采摘 那么在10到15天 比如说一个星期 它是不同的药 它时间不一样 它在这个阶段当中 它会挥发掉 它不会完全残留在这个茶叶上面 所以包括你看像 现在中国产 这么大的产量的绿茶 那如果全部都有担心这个问题 那其实中国茶呢 就根本就不能喝了 对不对 但事实上 现在中国茶的这个 农场问题 基本上不是 不能绝对 大部分的绿茶 都已经是可以 就是说 在很多检测机构 都能够通过这个农业残留 以及危害残留的这么一个指标 已经就是说不担心了 所以现在的茶品 只要在大家担心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只能通过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购买的时候 第一我们选择一些 不要选择商务产品 选择有品牌 有商标 有生产 日期和出产 这个厂家的这一些产品 因为呢 现在茶产业的整个发展来讲 它整个标准化 都已经非常的 管理的非常好了 所以一些品 有品牌 有厂家 有商标 这一些的产品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农产问题等等 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出品方 其实都已经为我们考虑掉这个问题了 但是呢 一些比如说像 三无产品 不是说百分百都不合格 但是呢 我们没有禁别能力的时候 实际上 农药产的这个问题 我们单纯靠口 眼 则 去体验这个吗 能够分辨出来吗 是不可以的 包括很多专家 都不能够回答你这个茶业 单纯的喝了之后 就会发现这个茶业有农产 它是体验不出来的 它一定要靠专业的一些设备 去检测 才能体验出来 所以呢 不要选择 不要选择 消费者唯一区别能够避免这个问题的 不要买三无产品 选择一些放心的机构 品牌的产品去消费 谢谢 卓老师的建议 我们 因为节目时间不多 所以就不问这个 需要特别花时间的问题 就是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建议 比如说什么季节 喝什么茶 然后喝茶的时候 比如说 用什么样的杯子 要什么样的水温 然后从 这就比较 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 小的小的tip 其实你比如说 我们中国有六大茶类 六大茶类 它的制作方法不一样 那也意味着 它们冲泡方法不一样 冲泡方法不一样 那么它所要续备的 茶器皿 水温等等 和投放量都不同 所以这个要一一解释 其实时间完全不够用 如果 那简单的 就比如说绿茶 绿茶是非常 就是方便冲泡的 就是我们有个玻璃杯 在旁边 我们就可以拿冲泡来喝了 然后就是 其他的茶品 其实也是这样 大家没有专业用具的时候 你用水杯冲 都没有问题 就是水温 绿茶当然是尽可能的 把水温降到80度到90度之间的水温 重泡会更好了 因为它鲜嫩度比较高 水温过高 它就像蔬菜一样 会闷到这个茶叶 然后它就会失去 这个茶叶的鲜爽程度 那我们在体验 品鉴的时候 就会 这个点感会差一点 水温合适 那它鲜爽度会更高 那我们就能喝到一杯更好喝的茶 所以其他的种 你比如乌龙茶 普洋茶 红茶等等 那其实如果你有一个盖碗 所有的茶都能摆搭 就盖碗 基本上是一块 比较摆搭的用气 大家在家里 如果没有特别多的 其他器皿的时候 准备一个盖碗 一个公道杯 您这是马克杯 对 当然如果说 上面也更浓吗 对 如果是比较方便的 像林郑的马克杯 其实也是合适的 但是投茶量上面 我们就不能用 平常泡的这个方法 就尽可能的把投茶量 减少一点 然后因为 闷泡时间长了 它会苦涩 所以您问的这个问题 非常专业 也是很多人 都比较想要了解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时间又太少 没有办法 很详细的给大家做分享 那么在这里 就是我也邀请大家 如果有想更详细的了解 中国茶 如何喝 它是怎么做的 每款茶应该注意什么 可以来找我 我们这个 目前在西雅图呢 也成立 有刚刚成立了一个尸体空间 就是在 应该是西雅图集 茶教育 茶活动 茶仓 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每个月都有茶客 有茶会活动 以及我们达到了一个 一个标准化的 中国茶的一个 茶餐和茶博物馆展示 就是 我建议周老师开个 开个茶馆 走方茶馆都行 对 其实茶馆在美国 因为在美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和在中国不同 那中国的茶馆现在其实很大的都在做一些转型 传统类的茶馆其实现在也是比较 都在转型做一些做新宗式茶饮 那其实我们下一步也有计划在美国 然后去做做新宗式茶饮这样的一些茶馆 不会是传统茶馆 拭目以待 那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 就是今天不能够彻底的尽兴 就是把所有问题都 问个谁落实错 可能需要好几期节目 然后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欢迎找周老师 然后能方便透露一下 下次你们的活动在什么时候吗 我们在一月份会有几场茶会 因为这个马上要过年了 在过年前我们有很多为新年准备的 一些新年体验茶会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比如说结合书法类的 就是新年前和大家一起写写对联 写写符枝 一些做做手工剪纸 这类的一些茶会活动 具体的时间应该会在月中旬 这样的时间吧 因为没有定下来 对 好 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那今天非常感谢 吉菲律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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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